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五湖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71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第七集的周边产品 在台湾的反导城 把他归类为叫做 冠兽崛起合体战将组 它是一个Skobernak 跟一个天灾两个合体 成为一个不知道 变成什么样的敌人 如果说电影里头 天灾确实能够 有一个Skobernak跟他合体的话 可能最后他会打赢的 这款比较让我意外的是 它的原来的定价 居然是台币999元 非常的贵 有点吓人 那总卖会上的话 有一个打折 有760几块钱台币 还是属于相当昂贵的一款商品 具体来讲 各位就看一下这个节目 看你觉得值不值 它是有一个天灾 跟一个Skobernak Skobernak的体积比天灾还要再大一点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鞋子好了 单看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还蛮有架势的 除了手之外 它这个手这个地方可以转动 爪子 它这里还多了两个像小电砖的样子 如果说我们电影第一集的Skobernak 喷出来的土里喷出来的样子 给人很深刻的感觉的话 它这个应该是会转动 所以它这里能够转的话 OK 我们就当到它是可以加分 然后这里有两个像是 也是像个小电砖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这个造型还不赖 它的可动的话 还有这两个手这里可以动 后面这个六个爪子 是可以稍微动一下的 后面的遮刺 尾巴可以动这里 尾巴可以拆掉 拆掉的话 是直接的整个把它给拔出来 请记得整根把它拔出来 请不要拔这里 请从根部整个抽出来 那抽出来之后的话 可以给单独的 让我们的这款天灾成为一个武器 但是这个武器的话 单独给它拿 我觉得是稍微笨重了一点 扣回去的时候也不用担心 它是有个防呆的 黑色的这里有一个凸 然后对上面有一个缺口 把它给扣进去 扣进去的时候 它会顺带的卡住这个角 会把脚卡在一个相对应的位置上 让它能够动 有点类似会动的感觉 然后底部给各位看一下 空洞很多 那应该各位也会好奇 前几天有给大家也是分享过一款 这个Scopenac 那么这个是可以变形成机器人 它是不能变形 所以它的零件数 看上去比较多 是很正常 也比较粗壮 但是体型来讲是非常的接近的 更不可以这样子 更直观地去看一下 大小很接近 那品种的话 也可以稍微视为不同的品种 或者是说 你可以当成是一个队长 一个是小兵 或者是一个公的 一个母的 Anyway 看得出来 应该还是属于同一类的画风 以蝎子的形态来说 它会更加的好看 因为它这里有两个脚掌在这里 但是因为它是迁就 它是可以变形 它是不能够变形的 那如果再配上这个附带的小蝎子的话 不知不觉得我们的原来万寿崛起 应该改名为蝎子崛起吧 没想到蝎子的玩具居然这么的多 而且其实单单这样子看造型好像还不赖 对不对 我们的天灾表是奇怪 这一集不是要主要讲我的吗 确实我是很喜欢这个人物 但是这个玩具本身就只能是一般般 也是透过大陆的朋友要需要带购 所以我才去把这个也买了一组 当然它那一组早上已经寄过去了 当然它也要求说能不能帮它签个名 我也签了 那它的变形很简单 两脚合并之后 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 把它胳膊的话 给往内放 往内放 然后头呢 往这里收 最后就把这里反折上来 反折上这里啊 要稍微转动一下啊 把这个缺口放进去就可以了啊 那基本上就这个在盒上 这里两侧在盒上 好的 那手臂就 手的话就是随便放 你能放进来就好了 能放进来 因为它已经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车辆形态的变形 那这些蝎子大哥们能不能麻烦让一下 就完成它的变形 推车还可以 但是因为它玩具很轻啦 很轻所以推起来没有什么坏感 那因为也没有锚钉的关系 推车速算一般般的坏感 然后锁链的细节都是做得不错啊 然后这个排气管这一代 银器上的还可以 中间的话呢 这个缺口啊 比较可惜一点 不然它的这个 造卡车的形态就是一个末日的风格 这种疯狂麦克斯的风格 OK 那么载具就是这样子了啊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进行它的一个 核体啊 这个核体其实就是就是一个片钱吧 或者说你其他说是送的也可以啊 两腿稍微打开一下 头部呢再给翻上去 两只胳膊的话 我们两侧放出来卡住啊 这个是它的基本的人形态 那我们就把这个Scopenac 先做一个分解 把这个尾巴的部分给拆掉啊 拆掉之后 就是直接的 把这里有两个托格 然后扣上去啊 那按照它的一个 一个说法是扣上去之后 它会自动弹啊 那我不晓得它怎么弹 反正我的是不知道怎么弹 这个胳膊的话呢 记得把它往下放 放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 用这个部分下去去卡住它 这个蝎子的脚去卡住 这个肩膀就卡住了 那以我的习惯 我会习惯把这个胳膊 不对 这个蝎子的手呢 是举起来 举到这边 让我的手呢 还能够正常的活动啊 不然的话整个卡死 是比较 比较奇怪一点点 然后它的背后 就这样子啊 其实 嗯 就 就是多了一个头盔的感觉 最后就是把武器 那蝎子的尾巴 变成武器 拿在手上 那站立的时候的话 稍微把人物往后抬一点 因为它的重量来讲 前半部比较多 那这个就完成了它的 组合后的一个形态 那至于组合后 叫什么名字呢 盒子上面其实没有写 它只有写Skobnav 跟这个Skogjo 就是天在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 反正只有写这两个角色 单独的名字 并没有给它 合体后的赋予一个新的姓名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头雕 嗯 就是一个头盔 手部的话是跟原本今天的手 格东西一样的 那造型我觉得还行吧 特别是这两个蝎子的手 我觉得就放在侧边这里 而就当成是两门新的火炮吧 然后这个蝎子的脚就像是电尖一样的东西 好吧 那这个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Skobnav 还有这个天在 那蝎子的玩具还真是不少啊 不少啊 那算了 我我我把它也变形成 也把它变变形一下好了 我们既然都是蝎子大军的话 这个人我们就 大家都这么喜欢蝎子啊 明明就是开场登场了一下下而已啊 这个往后放 后给翻出来 翻出来翻出来 这个低龄化的玩具 好玩也是有它的乐趣的 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 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 那现在因为台湾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 背景金刚的价格已经比较 比较 应该讲正常化还是不正常化的 正常化就是说 不会有什么大跳楼啦 那不正常化的就是说 价格有时候这个定价实在是太高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身高的话呢 这一次合体之后 刚好是多了一个头盔的高度啊 就是刚好就是那么样一个头盔的高度 对啊 那其实你也是可以变形的啊 我记得你是 哎我记得你是 你是你是怎么个变法啊 我这个我忘记了啊 那算了算了不用变了不用变了 你就当个鞋子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轻松的啊 分享这一套这个鞋子跟天灾合体的一个合体战匠的玩具 台币原价999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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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